其實選舉的時候呢 常常在掃街的過程當中被嗆 是很正常的 但這個人被嗆的 這個頻率似乎是太高了一點 誰呢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他昨天到桃園 陪同民進黨桃園市長 候選人鄭運鵬掃街敗票 這個有點難兄難弟的感覺 然後晚上呢 他又趕回了台北的饒河街夜市 陪同市議員候選人掃街敗票 雖然也有民眾熱情跟他一起拍照 但是也遇到了民眾跟他嗆聲 說他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 謝謝 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 1800條 1800條 祁人命 8中 保疫不利 防疫不利 大一秒 防疫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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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 可以看到他嗆到都口渴了 後面還喝了一口飲料 這個敗票 年輕人都不忍了 都在嗆陳時中 而且他高喊的 就是所謂的防疫不利 說他死了800條人命 其實呢 真的是 有網友留言就說陳時中 真的是夠人玩耶 走到哪被嗆到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通常呢 我們以前在跑選舉的時候 會出來嗆聲的人 都有一點點年紀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反正 我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了 所以就覺得也無所謂了 但是年輕人通常都會比較害羞 年輕人通常都不太願意在這種場合 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跟他嗆聲的這個是年輕人 所以呢其實一般年輕人 其實怕丟臉很少會當面嗆 除非真的受不了了 我覺得這真正夠人玩真正無法忍受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出面這樣的嗆聲 那前立委林卓水也說 陳時中的支持度拉不起來 因為呢說這個抗中保台感覺又破口 現在呢什麼都是破口疫情也有破口 抗中保台又破口 年輕人就不支持啦不挺啦 但是民進黨卻到現在都還沒有察覺 就是一直支持他們的年輕人 好像已經跟他們說再見了 所以呢年輕黨沒有民進黨沒有 察覺到這件事情 是不是對於選戰根本沒有掌握 真的太離譜了 這個前立委林卓水其實 他也是民進黨出身的 好再來就是資深媒體人陳國祥 他說年輕人被蔡英文還有民進黨背叛了 然後遺棄了 欺騙了 可能這樣講是嚴重了 但是有年輕人發文說 曾經他是對蔡總統 感動這麼死 現在是後悔這麼死 所以現在是年輕鐵票生鏽了嗎 這群人慘遭蔡英文背叛了嗎 這群人是誰呢 這群人不是那個 藝人團體 這群人就是年輕人 許多的年輕人 因為大家一直都覺得年輕人 非常的支持蔡英文 非常的支持民進黨政府 但顯然現在呢 看起來不太像這個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個我的我的 好我這樣才看得到網友 有人也說這個是防疫不利 謀財害命啦 好那還有一點就是 老實說我覺得民進黨 除了就是背叛了這個年輕人 可能讓年輕人覺得心裡很不舒服之外 我覺得許多女性朋友 在面對年輕人的時候 可能也覺得不太舒服 包括陳時中喝了酒吃了飯 既然當成人家先生的面 跟人家太太手牽手 摟肩 靠的這麼近 不知道是感情私有到底有多好 但這個行為呢 讓很多女性朋友覺得 感覺這就是不舒服 那甚至還有就是 所謂的言語霸凌的部分 像是黃珊珊 其實黃珊珊因為 民調現在看起來跟陳時中 比起來是比她高一點 甚至是有超越她的可能性 所以前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大家都知道她是誰 她是民進黨的操盤手 她就說了 黃珊珊從這個熟悉市政的貴婦 變成酸言酸語的怨婦 女生聽到這種話會覺得開心嗎 你的女性選民會覺得可以接受嗎 珊珊從我認識她20年前 她第一次選上議員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跑市議會的記者 我一直覺得她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人 她從來都不是貴婦啊 而且有的時候還蠻嚴厲的 因為她是有那種律師個性的人 她現在變成酸言酸語的怨婦 她的酸言酸語也還不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政府做不好 或是她的對手可能有些很出格的行為 但是她有像怨婦嗎 哪裡像 我覺得她真的很努力啊 然後她講的話其實也都蠻正面的 為什麼要說人家是怨婦 民進黨真的是對女性的尊重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覺得不可思議 那另外來看一個 這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一個新民調 現在賈光安是28.9% 珊珊是26.6% 陳世忠剩下21.8%了 那這個民意基金會的董事長 就是做這個民調的董事長尤英龍 他就說了 其實賈光安領先黃珊珊只有三個百分比左右 如果你用賽馬比賽來比喻的話 就是只有領先一個馬身 一匹馬身的距離 隨時都有可能後來居上的可能 所以這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讓昨天賈光安決定要請辭立位 當然這中間有很多的話題可以來討論 現在呢在我線上的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的前立委大謙哥早安 是介凡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好那我們幾個問題我們先來討論 我們從這邊討論回去好了 剛剛我講的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其實跟國民黨 跟之前的親民黨比起來 好像民進黨對女性的尊重 其實他們的總統是女性 可是他們對女性的尊重似乎 至少我感受不到 你覺得呢 的確啊 借文你跑這個 政治新聞已經跑了有一段時間了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 在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各式各樣的事件 體會到民進黨內這種 男性沙文主義的存在 所以民進黨關懷女性或力挺女權 其實只是一個在選舉的時候 騙票的象徵 試圖製造出這樣的一種形象 不要講別的了 光民進黨內男性的政治人物 過去對女性這種粗魯無理的發言 這種情況就比比皆是 還有民進黨所當時所豢養的 所支持出來的一批什麼女性的社團 女權的社團 婦女的團體 那麼甚至於民進黨內 還有很多號稱這個 捍衛女權的鬥士的政治人物 這些人在真正面臨了 女性重大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都躲得遠遠的 只要這些問題是跟民進黨有關的 只要這些包是民進黨粗的 只要這些錯是民進黨犯的 這些所謂的女權團體 這些所謂的這些女權鬥士 通通一個人都一個一個變得沉默 這個不言 所以這種情況在過去 發生太多次了 那麼因此我看到黃珊瑚這樣的談話 其實也並不令人意外 他可能只是說出了自己心裡 長久以來的這些想法 他只是做他自己而已 但是他殊不知這樣的談話 其實對女性的候選人 對女性的朋友是有很大的傷害 跟歧視的 所以黃珊珊立刻就回答他說 這個是真的是性別的刻板印象 而且是錯誤示範 這樣的話不值得回應 這是黃珊珊根本懶得回應他 但是也看到了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老實說我們都知道有一些民調公司 偏藍偏綠 大千哥一定心裡也都有數 這個基金會做出來的既然是 蔣萬安第一名黃珊珊第二名 而且差的差距是小的 然後陳時中反而被甩在後面 那這個大千哥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因為感覺黃珊珊跟蔣萬安 這個就所謂的 以賽馬來講的話 只差一個馬身的距離 的確 介凡你知道嗎 在過去這段時間 針對台北市長選舉的民調 有很多機構 有很多媒體都紛紛的公布 但是這一次 就這一次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特別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過去所看到的民調數據 往往都是用傳統的民調模式 來進行調查的 也就是說大家就是打釋話 家裡的電話來進行民調 那麼有接到的 那當然就可以被調查 但是事實上 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在這個一二十年裡 其實釋話已經逐漸被淘汰掉了 有很多人家裡頭是沒有家用電話的 甚至很多人家裡的家用電話 平常根本不接的 因為他認為想的時候 不是這個詐騙集團 就是什麼候選人來拜票 所以很麻煩 所以在這種過程當中 像20歲到40歲的選民 大部分現在可能都使用手機 那麼家裡也許都不見得有電話 或者也不經常的接這個電話 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進行民調的一些訪問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盲點 這個盲點就是你沒有辦法接觸到 一群特定的選民 那這群選民是少數也就算了 偏偏這群選民是多數 各位算算從20歲到40歲 台灣20年的出生率 如果就算以18萬人來計算是夠低的了 那麼你至少也有將近360萬到400萬人 這些人是長期以來沒有辦法接受到 民調調查的 那麼因此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我們所看到的民調數據 是以傳統的式化民調的方式 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但是這一次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們把手機民調加進來了 這一點當然是一個創舉 那麼更重要的是因為 過去為什麼這些傳統的民調機構 不用手機來進行民調 他們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要克服 然後當然更重要的是經費上的問題 因為你打手機不見得會接觸到的 一定是台北市的民眾 你打的是全國的電話 你必須要經過篩選 那麼所以在調查的時間會拉長 調查的成本也會提高 可是這一次台灣民意基金會 它是公佈了兩個民調的數據 第一個就是以傳統式化所做出來的調查 蔣萬安第一名 陳時中第二名 黃珊珊第三名 然後他接著把手機民調一起加進去 再進行一次計算 發現這個順序變了 蔣萬安第一名 黃珊珊第二名 陳時中第三名 這份民調是如實地反映出來 現在台北市長選舉的一個真實的狀況 從這個民調裡頭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第一當用傳統的式化民調 也就是我們調查到的是 可能40歲45歲以上會接電話 家裡頭還有家用電話的選 他們其實藍綠的色彩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反映出來蔣萬安的支持度 跟陳時中的支持度 大部分都是有基本盤的支撐 那黃珊珊因為沒有基本盤 所以做傳統式化民調的時候 對黃珊珊來講 這對她是一個不利的地方 但是當你把手機民調加進去的時候 你就默然發現黃珊珊的氣勢大漲 遠遠的超過了陳時中 而蔣萬安跟陳時中的支持度下滑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黃珊珊所得到的選票 最主要的族群 就是來自於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 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可能厭惡民進黨 可能過去對國民黨也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所以最後他們轉而支持了黃珊珊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國民黨或者對蔣萬安來說 當然是一個高度的危機 就我們要勝防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最後會不會進行氣保 這就是我們一直不斷地呼籲說 我們國民黨必須要再加把勁 我們要更努力 我們要把支持度拉開 哪怕最後發生氣保效應 我們仍然能夠穩超勝券 第二個危機來了 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所看到的傳統的民調結果 我們都佔優勢 但是一旦加入手機民調 也就是說一旦把年輕世代 跟中間選民的選擇放進來考量的時候 我們的優勢就開始縮小了 那麼接下來還有十幾天 接下來如果台北市是最多年輕世代 跟中間選民的城市 這個都市如果年輕世代 跟中間選民都出來投了票 而他們最主要的支持者不是我們 那麼是其他的對手 譬如說像黃珊珊 那麼我們能不能夠 經得起這樣的衝擊 所以游盈隆對賈萬安所提出來的建議 其實我認為是善意的 我就說雖然我們是領先 可是的確我們只領先一匹馬的距離 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個領先的幅度只有3% 3%點多 在一般的民調幾乎是誤差範圍之內的 所以接下來的十幾天是很關鍵的一件事 我們必須要繼續努力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